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去除黑斑八痕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 這個呢 難免會有一些像這樣子有沒有抓痕啊或者痘痘啊 所以可以去用 那另外有一個會用到像皺紋 對吧 皺紋 那我們來看一下可以怎麼樣去使用 好我們先找看看呢 這邊 好這裡丟上來 OK 所以你看 有這個其實還蠻方便吧 因為你就不用在那邊拉拉去的 好我們先稍微把它放大一點 好再放大一點 你可以拉到上面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真的有八痕 好那我們找看看 這個去除黑斑八痕 點下去 好一樣 它會有這樣的功能 會有筆刷 可是它有兩個範圍 有沒有 看你是小範圍大範圍 你不用考慮什麼 它後面講的 快去黑斑調劑 這個真的是用八痕效果比較好 所以你可以選擇第二個 當然你也可以試看看第一個 好 我點了之後呢 它後面選項會不一樣 有沒有 那麼你要做的時候 原則上我們就是比那個八痕大一點點就好了 比刷 比它大一點點 那這個稍微大的 我就稍微變小一點 點一下 但是因為這裡是有三個嘛 對不對 它目前的缺點是不能做不連續的 也就是說這個是不連續的 所以要分開做 把它分開做 那 店主要做記號之後 開始處理 要做完 所以下次有痘痘 不要用貼的 很慢 好 直接點一下 開始處理 不小心就做完了嘛 這裡一個 其實可以變小一點啦 有沒有 好 那 原則上就是你比那個八痕大一點點就好了 大一點 那我們再往下走勒 看到這裡 這個 就要用黑斑喔 好 其實 反正你會有個經驗值 你可以嘗試看看 以這邊來講 我就做左手邊的 左手邊的 一樣 按準 這樣知道網路上的照片都不能信嗎 寫生錦能夠不修片的可能嗎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定會修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夠 一樣 有沒有一個更新筆刷 對 也就是如果你覺得做過一次之後還不夠 你就再更新筆刷 不過其實你在做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事實上它還是會讓我們的什麼 照片稍微變比較模糊一點點 因為它是有點像模糊一點點 讓它去產生就是比較平順的感覺 那 原則上 輕微的都還好 如果你是像阿伯這樣子的時候 請注意一下 這叫智慧的痕跡留著就好 因為這個 你用這個工具就很難處理掉 你會發現處理的效果不好 那當然有興趣你可以試看看 好不好 那我就把它還給您喔 我們剛剛用的這種 去除黑斑疤痕 一樣在修片工具裡面 你要按一下三角形才會找到它 有請 全部用作詐 Clinton 分個多ール спорт 沒事 整ое 途 thrown